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 谢谢大家 请坐 欢迎来到《金星卫视飞女莫属》 我是福磊 欢迎所有来到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你们 飞女莫属由港容真蛋糕独家冠名播出 港容真蛋糕飞女莫属 港容真蛋糕好吃不上火 本栏目由一品百达 国本精华油特约赞助 应聘成功的选手将获得国本精华油 和坚果全家福礼盒一份 感谢核桃如林导品牌六个核桃的大理知识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还有报名飞女莫属 即将简历投资有箱飞女莫属的 全屏2010 at 126.com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现在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万事大手机客户端 进入天津卫视 直播聊天室边看边聊 直播后也可以通过 天津IPTV网络电视 或者是万事大手机客户端 继续观看本期节目热热热的掌声 送给12位老板 人力资源顾问 来了一位新朋友 列聘网人力资源总监 掌声欢迎 掌声有请第一位选手 大学五年 我的假期是非常充实的 从大一开始 我就去我们医学院妇产科实习了 我就想把我这个医学的道路 不想走到一半 我想首先把它走完 我认为医生能给我一个更长远的未来 相信自己超越梦想 只找理由成功 不找借口失败 做最好的自己 温孝元女24岁 黑龙江人 大五齐齐哈尔医学院 临床医学专业 现场的三位老师 在座的是二位boss 以及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温孝元 也就是温暖孝容的源泉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东北女孩 来自黑龙江 美丽的鹤城 齐齐哈尔 从小呢 我就比较酷爱英语 舞蹈 竹笛 电子琴 篮球等 即将毕业于黑龙江省 齐齐哈尔医学院临床本科 在大学期间呢 大二的时候 我就获得过英语四六级的证书 大三的时候 获得爸妈在线 新型养生咨询师的终极指称 今天来到菲尼墨水这个舞台 希望寻求一份 有关医生的住院医师岗位 或者是跟传媒相关 以及12位报寸展卫 适合我的工作 谢谢 大家好 这是我的简历 你好 齐齐哈尔 威女神是吧 是 什么意思 解释一下 其实现在不是大家很流行玩微信吗 有一个公众号 就是订阅号嘛 订阅号里面 它有一项 有一个活动 就是评论这个齐齐哈尔 哪个是威女神 然后进行选拔活动的 我觉得你能抱好奇心玩一玩 被随便传两张照片 选上了吗 选上了 选上了 第三百三十三期的 第一是三百三十三期的威女神是吧 是 那你肯定有很多本事了 有一点才艺 说一下会点什么 从小呢 就比较喜欢那个 我六岁的时候学的舞蹈 四岁的时候学的电子琴 十岁的时候 因为电子琴 妈妈背着太沉了 所以我就选了一个竹笛 非常轻嘛 笛子 然后比较喜欢 为了长个儿嘛 自己就天天下一个篮琴 为什么不考艺术类院校 这么喜欢 因为母亲的原因 还有就是想顺从她 也是为了自己 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吧 有一个既然选择了 医学这条道路 就慢慢走下去 为什么要顺从母亲呢 就自己喜欢 为什么不能坚持呢 其实我 还是母亲太厉害 可能母亲比较要强 母亲是不是在你的事业道路上 打乱了你的事业道路 是不是 我很难想象像你这样的人 在大学会有轻度的抑郁症 其实就是感觉 大学跟自己想象的落差 非常的大 医学这五年呢 其实我对医学的方面 也许说不是特别的敏感吧 然后就一直这五年的时间 全部用在了医学的身上 然后我们 现在对我们医学生的政策 其实不是特别的好 以前我们五年之后 就可以直接工作了 现在国家给我们的政策 是要有三年的规范培训 也就是说 你必须要经过这个阶段 不管你是硕士 还是博士 还是本科 三年的规范培训之后 然后你就有一个 自己的定向 假如说我喜欢学眼科 然后其他的两年的话 你就一直在眼科 来发展自己 也就是说 我还要需要五年的时间 才能成为一名 真正合格的医生 所以你现在就到这来求持 是改变了你的想法吗 也没有改变我的想法 那你到这来求持 你看你今天应聘的是 医生和 传媒 我这上面写的是 舞蹈足迪老师类工作 就是跟舞蹈足迪相关的 医生我们肯定 这里很少找医生 但是传媒类的工作 你也没干过呀 如果做传媒类工作 你不是要改行 其实我这三年之内 我通过自己的一些兼职 也没有完全脱离这个传媒 那你说说你都干了些什么 跟传媒相关的 因为现在不是有婚庆吗 就是假如说 别人结婚的时候 我自己去应聘的 我到我们的婚礼大酒店 在接新娘子之前 我会来一段音乐 也就是说吹笛子 回忆一下现场的气氛 让现场的 人家这也不会特别 咱能说跟吹笛子没关系的 其他的传媒方面的工作干过没有 就是参加各种大型舞蹈 然后 还是表演 还有发传单 发传单也是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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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作为传媒从业者 深深的悲哀 就我目前我听到所有的 他对每一个职场岗位的词是没有理解力的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特点 传媒你怎么理解传媒 台前幕后 台前幕后 如果让你看这几个老板的公司 哪家公司真正的传媒公司 还要吸口气再说 哪家是吗 优越传媒 优越传媒 你知道他干嘛的 他盖传媒是干传媒的什么 刚刚说完 你看你并不知道 跟他聊天其实是糊涂的 但是他整个给人的感觉是不错的 我们来问一下三位人力专家 针对于这样一个猛懂的选手 接下来咱们怎么办呢 夏妍 你刚刚提到自己是考过研对吗 对我刚刚考完研 第一你为什么考研 第二你考研的专业是什么 就是考研究生的话 现在本科生很难进入到医院的话 所以最低的起点 最起码有研究生的话 才很容易去进去 为了谋生可以这么讲吗 可以算是吧 毕竟花家里这么多 如果今天在座的 这个各位boss选择了你 而且是你喜欢的传媒类的企业 或者说公司或者岗位 那如果带着你考上了研究生 你怎么选择 如果说这个问题没想过 想过就说没想过 没想过 你是被你妈妈吓坏了 是吧 还可以吧 不是还可以 你明明知道你刚才在从上台起到现在为止 你几乎每一个问题都是答非所问 也基本上看不出你明确的目标 但这一点不要怕 因为你从来没有自己做过主 对 对吧 没有机会自己做主 是没有自己 但是今天你可以自己做主 刚才说如果考上了研究生 但是这里又有了工作 你怎么办 你说你没想过这个问题 其实如果真的考上了的话 你看如果你真考上了 你妈妈会这样说 好歹五年了吗 又考上了研究生吗 当个大夫多好啊 你去那谁谁谁公司干干嘛 如果他这么说你怎么办 你必须得想这个问题 你看 他说那就我就去呗 总是问我一些比较艰僧 或者刻薄的问题 然后我可能答的还不是很对他的思路 稍微有一点凌乱了 现在你跟他说 所有的话都是无效交流 无效交流 他答非所问 这样好不好 今天这个应聘的过程 暂且是你从今天开始 独立面对的过程 结果你还要自己选择 但是我们再也不用任何话告诉你说 你现在就必须怎么选择 好吧 好 哎呦 眼泪要出来了 今天是元宵节 是吧 给妈妈说段话吧 哎呦 委屈的嘞 来来来来 跟妈妈说段话 其实在这里我真的要 最要感谢的人就是我的妈妈 就是从小培养了我这一些 培养了我这一些才艺吧 然后我确实也比别人 可能其他方面优越了很多 然后我一直是 其实我是处女座嘛 然后其实是追求完美的一个女孩 希望自己达到最完美的时候 然后往往有的时候 可能稍微的力不从心 其实我也在努力地做一名乖乖女 今天过节了 希望大家新年快乐 好吧 那第一轮我们就不要再难为她了 我问一下你 你今天这个第一意向是什么 咱们现在有没有改变 第一意向是医生 还是医生是吧 第二意向呢 传媒 传媒 有对低薪酬要求吗 保守1.5000吧 第一轮选择虚火流 两盏灯 接下来进入天生活有态 先把PPT说一下 找回自己 这个就是自我评价 这个呢 我要展现一下我的妈妈 是你妈妈是吗 年轻是吧 后面的是你妈妈 前面的是你妈妈 确实没看见 我俩长得很像吧 前面是我 后面是我妈妈 妈比我要瘦 不过你和你妈妈确实 年龄看起来像姐妹 这确实是 其实我爸爸更帅 看能不能好好聊天了 其实 这个是我的一些荣誉奖项 然后得到过一些证书 下一张 选择我 你会成功 这个左边这个图是 我们这一届吧 基督二第一院的广播体操 然后我就属于那个05 其实他对着所有的行为 和思想逻辑方式 他就是个乖乖女 是 他所有的说话方式 就是跟长辈在说话 我们很喜欢他 但是不知道就是说 怎么把他在职场上 他被保护得太好了 其实他挺优秀的 你看他的PPT 但就是被保护得太好了 没见过生人 尤其是这么多如狼似狐的男人 咱们还跳不跳舞了 跳啊 跳不跳 跳 要不不跳了吧 我必须跳 你看我说不跳了吧 我刚刚说不跳了吧 你看 我去换服装 你去吧 快去吧 我去换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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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好校园 我刚看你跳那舞蹈很好 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 因为从你这个简历 你在这个医院实习 有三四年的时间了 然后你又有很多自己的才艺 如果问你自己的话 你想清楚 比如说你之后 想从哪个方向去发展吗 是医生还是传媒做这个领域 如果传媒给我更好的平台 发展空间 什么是更好的平台 哪种叫更好的平台 中央电视台 这个不可能去胜 其实我希望上班的时候 我就是认真当一个大夫 在休闲的时候 我希望有一个自己的练功房 练功房 对 我们今天必须把这个说清楚了 你要选了 我们先说行业吧 你到底会选择哪个行业 与舞蹈相关的 医生不做了是吧 不做医生了 我一直等着呢 与舞蹈相关的 医生不是没有感觉 我说行业 我行业吗 你千万不要忘 你不能因为这里没有医生 你就不做 你就不做医生了呀 而且校园你记得刚才一个很严肃的一个问题 你五年之后最享受的一个工作状态 你选择就是医生 其实那一刻 其实我已经断脑 你应该是一名优秀的医生 你内心有这个梦的 靠什么吃饭你没想到 就靠什么吃饭 你将来要吃饭的吧 你靠什么吃饭 你到底靠什么吃饭 靠医生和才艺 靠医生和才艺吃饭 但是你知道医生和才艺不能兼得 要么就是一个作为爱好 一个作为饭碗 那哪个作为饭碗 哪个作为爱好 医生作为饭碗 医生作为饭碗 采艺作为爱好 也就是说今天 以至于将来 你还是奔着医生去 是这个意思吗 是吗 我就是想把这三年规范培训 培训碗 其实我的最真切的意象 就是想求得一名住院医师 培训的岗位 第二轮选择去国陵 还有五盏灯 来听一下他们推荐的 新养美容APP 是国内最大的 这个医美的互联网平台 我这边可以让你 从医生助理开始做起 校园同学 第一个 大家都说你是乖乖女 我觉得这不是坏事 说明你执行的你很强 让你做什么你都能做到 第二个 你的多才多艺也是一件好事 说明你学习能力很强 对自己有很多要求 那么第三个 作为年轻的女孩子 现在搞不清楚 自己要什么很正常 我相信未来你会与众不同 CAPG欢迎你 谢谢 给你留的岗位 就是管理培训生 那同龄厨宝呢 给你两个工作岗位 一个呢 就是我们影视 这个投资部的助理 第二个工作岗位呢 就是我们的大客户销售 那PVGO本身我们就在做 大学生创业职业能力养成平台的 那我给你提供的是 商务助理专员的岗位 五盏灯 灭掉三盏 留下两盏 我看你怎么选 谢谢 谢谢 谢谢姐姐 真的很喜欢你 来 又请沈东军 刘家勇 谈钱不上感情 来 请揭晓 五千加三千 而且我要告诉你 校园 为什么你开三千 你五年的医学知识 在现在如果你做传媒 或者是做任何商务谈判和销售 你和别人比不具备任何优势 我觉得 而且同时你的多才多艺 顶多是证明你的爱好 比别人多一点 所以你一定要对自己 有个清醒的认知 但是你要回到医生领域 真的 校园 你可以读完你的三年的硕士 你上那条路走上去 而且是你喜欢的 你将来五千一万 一万五都能拿到 其实我倒不是觉得 他选医生或者是选别的 我之所以建议他 谢谢回家 是他今天根本 一展头绪都没有 来吧 自己选择吧 15秒钟时间 通灵珠宝 福能集团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我的选择是谢谢再见 好 温校园 你要是想清楚了 还可以再来 这里还欢迎你 但是一定要想清楚 好吧 我会努力的 真的挺感谢两位老板 可以为我留灯的 再有呢就是感觉 他跟我未来的规划 不太合适 还有就是他的心思 也不是我期待的那种要求 我是一名90后职业厨师 要擅长的是分子美食 一些无国界料理 我培训的学生最大的年龄有56岁 最小的有15岁 全部都是职业大厨 因为我还年轻 我想做得更好 做得更强 找到一个好企业之后 我可以用心去专业 进行自我的深造 贾鹏24岁 辽宁人中专学历 第一职业中专 厨师专业 主持人 杜老师好 你好 三位专家好 十二老板你好 现场的观众朋友 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大家新年好 我叫贾鹏 今年24岁 来自良宁省葫芦岛 我是一名90后职业厨师 同时我也是一名美食培训讲师 有四年的美食培训经验 培训其专业厨师学员 近2000多人 同时我也是一名美食唐义师 擅长将唐义制作成 各种各样的小饰品 今天有幸来到 非你莫属的舞台 想给自己寻求到一个厨师出品 菜品研发的岗位 谢谢 好 老师 你好 这个是为 你好 这是为您做的一个 这可以吃吗 红苹果 对 这可以吃的 可以可以 那真的是甜的 对 你哪一年入行呢 我在16岁的时候 就开始接触厨师行业 16岁就开始入行了 对 那到现在做了9年 对 9年 好 来说说你的拿手菜 给我们听听 我比较擅长的是分支美食吧 因为很多人对传统美食 可能大家都知道 因为现在制作出来的美食 也不仅是为了温饱 更多是享受美食 所以说这个分支美食 那是通过科学烹饪的方式 让这个食材 保留出原汁原味 然后让人吃得更健康 你的拿手菜是什么 低温 龙虾吧 龙虾 对 有家常菜吗 家常菜有 像一般的国内的家常菜 有都可以做 你在这个 郑武贵宾楼厨房 出品总监是9000元 是你的最高月薪 这个9000元这个工作 厨房出品总监是干嘛的 对 就是主要是菜品出品 因为厨房 大厨房都讲究菜品出品化 因为美食也讲究 色香味形 这四个种类 今天有没有异乡的企业 其实今天做餐饮的不多 有 哪个 咖啡之意 就是咖啡 就它了没别的了 对 严重 你就是奔着它来的吗 对 那除了这个菜品研发之外 其他的都不考虑吗 就是与餐饮类无关的 都不考虑吗 也 与餐饮类无关的 我不会考虑 但是哪个老板 如果说自己 有一些私人会所 或者餐饮企业 或者 我就想聘请你 作为我的私人大厨 也是可以的 聘请你回他们家 做厨子你也愿意 对 伺候他们 对 但是你 你太没志气了 私人厨师的话 至少也要两万起 就是除了餐饮和私厨之外 其他的一概不考虑 对 对吧 还是与吃有关 对 那么刚刚说了私厨是两万起 对 那如果是普通餐饮行业 你的要求不低于新兴多少 9000家吧 9000家 对 有地域的限制吗 地域最好在北京上海 其他地方不考虑 还是 就完全不考虑 还是考虑 如果老板给的价钱高 我也可以考虑 多高你才能去 说清楚点行吗 如果太远的地方 就得在一万四五左右吧 他有一点我特别不喜欢的 就是他 拿钱来衡量这一切 那以他的年龄 我其实到真心希望他坚守自己的梦想 把钱当作一个暂时的一个工具 我想稍微引导一下贾鹏 你有没有想过说你未来五年之后 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是在一个小圈子里边 大家都口碑非常好的一个私厨呢 还是说比如未来五年 你想做一个比如高端的酒店的一个行众总厨呢 这两个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所以你有没有想过 我有想过 你想了什么呀 我都看出了你的心思了 哪钱高哪去 对 说白了就是 对不对 那就你钱多哪钱多哪去 我同意图类的图类老师的意见 他的目的只有一个 我必须要做跟餐饮相关的 那后面选择的是什么呢 跟钱相关 如果去私处的话 没有一个平台 那就多给钱 要不然的话就给我相应的倾酬 我觉得最方便的方式 就赶快进入第二轮 尝尝他做的东西到底怎么样 来来干货 好吧 既然就是 反正是做吃的 第一轮选择去锅流 还有五个 还有几个跟餐饮没有关系的人 还坚强地活着 来 天生我有猜 上元肖 因为到后期 他们问了我一些问题 可能在台上 在舞台上 没有完全地表达出来 就可能是语言力能力 比较偏差 结合咱们这个元宵节 或做这个元宵 可能说 也是想为这个节目主 表达一份心意 首先我还是先介绍 这个天鹅 因为这个天鹅 天鹅呢是特意我在来之前 为这个神仙姐姐做的 用糖制作出来的 因为神仙姐姐在每年的 非你莫属特殊的节目上 都会跳天鹅舞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神仙姐姐 气质跟这个天鹅一样美 他这个是能吃的艺术品吗 对 这是一个可以使用的 一个天鹅 好漂亮啊 他们这个圈子叫糖雕 对 像水晶一样漂亮 特别谢谢小贾同学 我会把它放到我们公司的办公室 然后让每个来的客人都看到 我也会把它放到我们的 那个自入酒会上 作为一个装饰品 然后这个地雷呢 是我特意为徒老师而准备的 我还有地雷啊 对 给你准备了一个地雷 然后这边上我用糖装饰了一个小猴 那猴是谁啊 这个小猴呢 形象比喻就是您 在捂着耳朵 因为地雷马上要炸了 我要捂着我耳朵 地雷就是这些老板们 他们时常炸我 对吧 不过我还是买喜欢的啊 谢谢啊 然后我这个呢 是做的一个小盆栽 是想送给他们通灵珠宝的老板 因为土豪嘛 送土嘛 土豪送土 对 就是豪土的意思 来来来 去吧 看我们的小贾同学多有胸襟 你就把它灭了 它还送给你 其实我非常后悔灭灯嘛 我真的想把它招到我们那儿去 虽然我灭灯了 万一你这里找不到好工作 单独和我联系 你吃一口啊 我吃一口 今天这个是 元宵节嘛 元宵节 元宵节祝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元宵节快乐 我吃一口 一口一口 来 敬一杯 一口 好吃吧 不错 那个盆子可以吃的 你咬狗盆子 对 好 接下来我就请在座 留灯的各位老板 品尝今天 留灯的啊 今天的元宵 这个好有口福了 也是我刚刚在台下特意准备的 准备了 美容灯子也可以吃 你够了 这个球里面还有 对对对 来来来 大家一起上来品尝一下 快点快点 这个元宵真的还可以 这个元宵 然后这个球呢 是新年 宏运当头 宏运当头的寓意 然后接下来我会把它敲碎 叫碎碎平安 好 让各位老板新年能更上一桌楼 让我们倒数五个数 来 看着镜头 接下来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 5 4 3 2 1 碎碎平安 碎碎平安 哇 哇 这里边真的有奇迹啊 对对对对 来先尝一下看看 真的不错 真的不错 不错不错 来说一下感觉怎么样 味道好吗 你做参与的吗 还行吧 其实我觉得 这个产品来说它的关键已经不是在味上 而是在感觉上 现在视觉上就让大家很有意境 很有美感 很愿意去享受这个氛围 所以现在好多时候年轻人 或者是有品味的人吃东西 是什么味道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 是在哪和谁吃 吃出什么感觉更重要 别说了 我已经吃了三块了 行吧 真的是吃了一下 还是嘴软 特别好 谢谢 谢谢 特别好 味道还是不错的 刚才那个 如果他稍微加一个概念 会让你的作品会更加增色 你刚才说 我就是个蛋 然后把它敲碎 你不妨把它命名说 蛋藏天机 我里面好多机 对吧 然后我就等着大家跟我一个会 有一个机会 这样的话 实际上你现在的作品 会变得更加的完整 现在一敲碎的时候 它的品相就碎化了 其实我突然有个创业 其实你那个蛋里边 如果一开始放一个这个 送给图刘老师的小苹果 敲碎了 送给大家平平安 一个平安果 你们会把这个整个故事的营销点 层层迭代上去 让人充满期待 你们说的都对 你们发现没有 所有你们的这种价值塑造 都是在先有它的产品之上 所以这个世界就是 要包装产品的人很多 不难你们都可以 但是要出产品的人不多 那就是他 我来问一下贾鹏啊 每个人的反馈都是不一样的 你心中是不是 也有各种滋味 我感觉就是 一群不专业的人 在点评一个非常专业的人 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其实你需要的就是自信 你刚才这句话 说得挺有气魄 你说一群不专业的人 在点评一个专业的人 但是如果你做私厨 很有可能被一个 根本对菜品一窍不通的人 把你说的勾结临头 那么你还怎么做下去 这个也是我来的目的 就是为了赚钱吧 他又能多给我钱 那么更好 这已经low了 不是 这已经low了 贾鹏 刚才你的段位是在这里 你说这帮不专业的人 不能点评我 然后你下一步 你的段位就在这里 他只要拿钱就可以点评 拿钱就可以点评 莫别真诚他回答的 我觉得你刚才那句话 应该怎么说 我要维护行业的尊业 钱无所谓 对啊 那时候我就会把你当做 行业的大师来看待 江老师啊 我想知道你最擅长的是什么 我擅长的是分子美食 还有创意菜 还有咱们中国的一斤菜 分子美食和创意菜 那么你是擅长的是研发 还是说 研发还有 标准化流程制作 还是说管理 标准化流程制作 还有管理都可以 我是做无国界料理 还有这些分子美食的 主要我是讲究这是科学烹饪 我可以把这个美食 但是因为这个里面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美食这种东西 它不是一个科学不科学 关键是口味的问题 因为你可能是个 你的科学是在于它的口味好 还是营养上面的科学 还是这种艺术性的科学 营养科学 而且口感科学 而且保留了这个食材的原质原味 贾鹏确实他的语言表达能力 还不是特别的好 我相信观众也没有完全搞明白 他那个所谓的分子美食 到底是怎么回事 算是我在千千万万的 厨师同胞当中 我是比较专业的 因为我很有自信 我刚才百度了一下 我觉得今天既然也聊到了分子美学 我们把这个概念给大家普及一下 我觉得我不知道百度的是否正确 分子美学又称分子料理 是近年来在海外噱头十足的 一个厨艺概念 说穿了其实就是 运用化学物理理论与主食之上 将食物的分子结构重组 它可以让马铃薯以泡沫状出现 让荔枝变成鱼子酱状 据说有鱼子酱的口感 荔枝的味道 是这个概念吧 对对对 是这个概念 对吧 因为现代点都不是以温饱为目的了 更多的是享受美食 享受美食给我们带来的快乐 所以说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 同时我们既样这个美食 在中国在哪些有名的餐厅 在应用了它吗 有 比方说 比方说在上海的一些 外谈十八号的一些 世界第一感官餐厅 它的餐厅所有产品 都是分子美食 还是部分产品 对 所有产品都是分子美食 在目前现在还剩五盏灯 也有两盏是餐饮业 有三盏是私厨 可能会照你做私厨 接下来你要做好时间 准备选择 第二轮选择 请获勒 还有两盏灯 接下来我们直接进入 谈钱不商感情 请写下新冲 田峰说一下你提供的杠位是什么 我觉得他那个做菜挺好吃的 我想让他去我们人工餐厅当大厨 然后提高我们的这个 食堂的这个餐饮水平 你在玷污艺术 你真的在玷污艺术 你的薪水也太低了 四千块钱 你以为站上这个竞价台那么好站的吗 那个老板比较七趴 给了我四千块钱 让我觉得我心里很难承受 而且心里当时会有一些小失落 你那个已经消失了 你是要改薪资吗 六千八加七全 来 贾鹏你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我想问一下 颜总在那边的福利待遇是什么样 还有我工作地点在哪里 工作地点在北京 福利待遇应该是包住不包吃 因为你是属于总部的研发人员 你最后告诉我们说 你所擅长的是分子美食 其实我类似你有点小激动 我觉得分子美食 一定是我们今年众传出击的部分 所以欢迎你的加入 那为什么颜总人只开九千块钱 因为第一 你自己开的是九千 所以我表示尊重你 第二 你整场的表现 我们只听到你说的 我并没有看到你的实干和落地 第三 整场的表现不是最后这个问题 你基本上是连九千都拿不到 所以我觉得这个九千代表的是你的入场卷 如果真的有能力和才华的人 价值最后靠自己塑造的 每个企业都对人才求悬若渴 15秒钟时间 云农场 咖啡之意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我选择谢谢再见 你不是写的就是九千吗 对 我觉得您总是会 我写的求职意向是九千 但我觉得严主人会多给我一些 对 贾胖同学 我真的很吃惊很意外 如果你真的是一个专业人才有追求的话 第一时间是赶紧找个平台证明自己 这是一个面向全中国的平台 我们马上在青三晚上市 那么多基金在投我们呢 其实我是在旁边仔细地看着你脸上的每一个表情 其实最终其实我内心还是感觉 你心中的钱大于智 你的钱是大于智的 虽然你二十四岁 你在这个行业确实已经经营了多年 但如果你要真的把分子美学发扬壮大 你就应该有点骨气 对 你就不要老谈钱 会有这一点 但如果你要老谈钱 你就不要谈那么有情怀 两者是其一而已 好吧 谢谢再见 可能这些老板对我的能力可能并不是那么熟悉 并不是那么应可 因为可能我的能力要再能驾驭他们这些企业之上 从高中接触这个传媒类行业以来吧 就特别喜欢这个行业 想法特别细腻 自己又做了一档栏目 然后做了一个电影 然后做了几个广告宣传片 几个广告宣传片 我现在七年了 谁说都不好谁 就我就一直想往这行业走 就是我促行方则始终 韩旭 男 二 三岁 河北人 专科张家口学院计算机专业 周杰老师好 你好 12位老板 3位专家 以及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叫韩旭 来自于河北唐山 毕业于张家口学院 今天来到 飞翼莫属的舞台 想寻求一份编导和导演助理的工作 和大家分享一句话 勿忘初心 方得始终 好 谢谢 你是计算机专业 对对对 但为什么想做传媒类相关 因为高中的时候 我就学过这个广播电视编导这个专业 但是后来呢 因为高考没有考上我专业课所过的那个学校 然后就被迫放弃了 然后就选择了一个计算机专业 然后毕业之后又继续自己这个梦想 你的梦想是什么 导演 什么导演呢 是电影 电视剧 栏目 纪录片 我是做栏目起来的 就是一开始 说你的梦想是哪一类导演 对 电影导演 最欣赏哪个电影导演 是吧 我帮你问了 张艺谋 为什么 因为他导过很多春晚 我非常 导过很多春晚 张艺谋导过春晚吗 导过春晚没有 孟小刚刚导过一次 对 张艺谋也导过一次 张艺谋没导过春晚吧 没导过 导过一次 稍等 他导过哪次春晚 我记得是二零一几年 查一下现场查 没有 如果我查不到 那你真白习惯张艺谋了 冯小刚导演过一次 最关键的是 这逻辑混乱 他的脑子太有才华了 不 那我摆得出来 张艺谋从来没在导演春晚 你真喜欢做导演 真喜欢 你是真喜欢导电影导演 对 那你最喜欢张艺谋哪部作品 再说一个 《红高粱》 张艺谋导的《红高粱》 女一是龚丽吗 不是那龚丽那个 是周迅白 是朱雅文那个是吧 也不是 就是在那个高粱地里面 那个女一号就是龚丽 男一号是谁 那个还真不清楚 你不是看过吗 男一女一都搞不清楚 还说喜欢《红高粱》 韩旭是一个搞笑担当 这样很不负责任 因为今天是 张艺谋太不容易了 倒了这么多年电影 居然说我倒了春晚 你也得给姜文道一切 居然不知道《红高粱》 是姜文的成名作 好了 来吧 别紧张了 有错就错了 但是接下来请说实话 好吧 15年成立了工作室是吧 对对对 什么工作室 其实也不叫工作室 大家就是一块 在一块 比如说他有个相机 我有个相机 大家一起 谁负责啊 我负责 然后我去外面 拉一些 对 干得怎么样啊 一个月挣多少钱 没赚钱 没赚钱 现在还干着吗 现在就是我爸妈 非常反对我去干那个 然后我就想自己找一份 关于这样的工作 然后也给爸妈一个交代吧 然后还能 你的那些朋友呢 朋友他们都放弃了 一直我在坚持 听说你最近要制作大电影 对 因为想自己 导一个爱情和梦想 这种电影 干了什么了 准备的怎么样了 剧本已经写出来了 正在给一个 我的专业老师正在去改 然后现在前两天 就是去找招商 怎么招呢 招怎么样啊 全是闭门羹 直接就是保安 大门就不让你进 你要多少钱啊 没准今天有人愿意掏腰包 三万块钱 三万块钱啊 三万块钱 你要努力打几个月工 也就来了呀 三万块钱用来干嘛呢 首先一个是道具 然后这个电影拍摄是在北京 张家口和唐山 所以说演员的这种车费啊 租租费 天哪 你三万块钱真的是拿了用作制作费啊 真的 跟你说了是拍大电影的你还问 可是我难以想象这个问题的幼稚啊 其实三万块钱要拍一部大电影是吗 对 设备都是我的好友就是免费给过来借过来的 就是免费 什么设备 其实今年有一部片子 什么设备 最便宜的一部片子大屏幕 是八百万投资 关键是 我马上要投资的一部片子已经是很便宜了 两千万 这样 至少要两千万 各位老板不要把我这个电影想的特别那 那你是网剧是不是 对对是网剧 我没说是网剧嘛 你就不要说大电影嘛 不是 各位老板 你为什么要强化大电影的概念 各位老板我现在我都觉得 他连拍网剧的能力都不具备 我们在聊什么呢 一个 连分不清自己最喜欢的导演演过什么片都不知道 拍过什么片都不知道 然后再谈你的梦想 你先认知一下自己 我的问题就是 不太现实 非常好啊 那今天你来到这里 你认为你找一个编导或者导演助理 你认为现实吗 我认为很现实 你这样说吧 导演助理 你做编导是吧 你是做什么编导 电视栏目编导 我觉得有一个问题特别好 你觉得我们的编导为什么要选你进来 好问题 真的好问题 我认为啊 应聘这个编导类 编导类和传媒类的这个 这个 因为你岗位特别 对 还有吗 比较有特点 你代表哪一类人 嗯 我认为不切实际那种 在第一轮选择之前 我再简单问两个问题啊 你今天来要求最低薪金不低于多少 六千 又还挺高 我们这编导一个月 刚进来的时候可拿不到六千 我昨天晚上我还去查了一下 就是 你查了什么 就是大学应接毕业生是 三千到四千 然后 有零到两年的工作经验 但问题是你做编导才第一次 你不就是跟帮毕业的大学生一样吗 人家是专业 你不专业 所以这里边呢 韩旭也给我们了一个启示 就是说 当我们在选择一个新的行业的时候 那我们对于自己的薪酬 起薪这个平台 可能要稍微的降低一些 因为毕竟是一个全新的大门 这样也能给大家提供更多的机会 你要不要调整 如果你必须得干这个 五千 来 第一轮选择去货磊 还有四盏灯 接下来我们进去天生我有财 来 DVT 我准备的是视频 你准备的是视频 看个视频 扯无缘而不行 人无限则不利 所以 爱车最小的问题 都是您眼中的大事件 我们深爱 应对爱车的重视 因此 即使是您一个罗树这样的小细节 我们也以最大程度的专业和运程来对待 您身边值得幸运的专业汽车服务中心 就这个问题 我们请余文浩来问一些问题 你是专业的 来 你前面就是从片头一开片 前面五秒钟那个是你们实拍 然后后来自己做到后期做出来的吗 实拍 实拍就是 是你们实拍的 那个老板 那就是老板的车 然后坐了多久呢 坐了一天 从拍到剪 从早上八点十分吧 到晚上到凌晨 到凌晨 文案谁写的 我写的 请过专业老师去改 你主要做的工作 除了文案还有什么 策划本子 嗯 不是你剪的 是我剪的 是我剪的 拍呢 拍也是我拍 只有配音不是你 哎如果说他 如果说从这个宣传片本身来说 就我们对他的印象里面拍的还可以 是啊 不是很烂 市面上有特别多这样的公司 特别多这样的年轻人都在做这样的东西 对 就这个片子呢 就是他一般的电视台 或者比较小的电视台 放放是可以的 他里面没有什么特别的亮点 就他而言还可以了 我觉得要求点高了 他能够独立 独立担当一个小活 还可以 还我看你之前接了很多活 MV就接了23个 接活接了12个 然后又拍了一些这个电视栏目什么的 你这个上面写的总收入才5000块钱 对对对 因为一刚开始那个片子做的确实是很烂 我自己就感觉很烂 这说实话 因为我认为啊 我现在所做的都不切实际 但是我还是想一直坚持 嗯 我这个人 有的时候就特别 宁 那如果把爱好转化成你的生产力的时候 是真心需要勇工的 一个人总是宣称我还有梦想 我要为我的梦想奋斗 结果他什么都不去干 或者不去干透 那我们说这叫可悲的梦想 所以这类人应该唤醒 为了我这个梦想 我还是去坚持 我就是这么执着一个人 谁说都不好使 就一直为着我的梦想去追求这个东西 如果含蓄啊 如果你真觉得自己比较飘比较福的话 其实你如果真的想做编导的话 其实完全可以到一些传媒公司 去应聘栏目制作 电视制作 又或者像《非你莫属》这样的栏目 都可以来应聘 如果你真的想好好学 你完全到现在去报考这样的专业 都可以 都没有问题 或者还有一个岗位呢 叫文案 或者撰文 这个是如果是那个文案 都是你写的的话 这个呢是可能基础的一个岗位 来 第二轮选择 去货磊 还有三张的 我们听下他们推荐的十位 曾经新开始 那我给你的工作呢 是我们一个新媒体的编辑 因为我们经常会做一些小的宣传片 介绍一些医生啊 或整形的一些科普项目 这活他能干 制片助理 给他去添一个助理的伙伴 来去学习他们怎么拍片 好 谢谢 因为我参与投资的翡翠恋人 已经开拍了 我要负责一部番外片 我觉得你如果加入到我们团队里面 你可以去学习 好 谢谢 三盏灯灭掉一盏 留下两盏 去吧 有请沈东军杨石头谈钱不商感情 请揭晓 三千五百家四千家 有问题可以问的两位老板 你地点都是在北京吗 北京 工作在北京 但是因为我们这个番外片 是要在剧组拍的 所以你来了之后 立即就要进剧组 懂了 来 15秒钟时间 请考虑 智力方 通灵珠宝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通灵珠宝 因为一开始我就是冲了通灵珠宝去的 对于他给出来的薪资 我还是不太满意的 但是没有办法 自己的能力就在那摆着呢 大家都能看出来 所以说我还是把我自己再塑造一下 然后提升一下自己的能力 2002年我的儿子出生了 我只想做一个有故事的父亲 就开始了我这个十几年的边缘流浪生活 那就是四处转 漫无目的地转 后来我在想 我儿子看着一个终日无所事事的父亲 他会怎么想 我是不是应该给儿子做一个表率 就是我45岁的年龄 我应该出来做点帅 胡亚轩45岁 河北人 高中学历 自由职业者 主持人好 你好 在场的各位老板 三位嘉宾 以及各位观众朋友们好 我名叫胡亚轩 是一位家字 家在深圳的河北人 在我四十几年的过往人生 经历中呢 有这样几个标签 少年商人 少年卡车司机 个体户和流浪者 此次来到这个舞台呢 是为了寻求一份销售和旅行相关的工作 我会尽力不让选择我的老板 十望 谢谢大家 主持人 你好 胡亚轩的经历很丰富 16岁开始创业是吧 第二次 16岁第二次创业 那第一次是 11岁 11岁 对 11岁创业干嘛呢 减废品 加工废品 然后收购废品再加工 16岁第二次创业 对 第二次创业是干什么呀 卖酒 当时在驾校里面有个同学 他经常到驾校里推销他家的酒 谁都笑话他 根本就不搭理他 但是当时我很好奇 记住80年代那可是卖方市场 他们家的酒为什么卖不了 我就很好奇 然后我就从那拿了一瓶 回到了市场上 我到处去看 我看什么呢 我看市场上卖的好的酒什么样 为什么呢 包装漂亮 这是我当时的理解 我说能不能给我改个包装 他说可以 后来我明白了一个词叫山寨 那是最早的山寨 那一年我16岁 然后第二天开始 我就在我认为的有钱人 就是我那些家境比较好的同学家里 去路演 说其实是借钱也好 或者你投资也好 结果我很顺裕 这就是命运眷顾我 我很快月收入就超过了1万5 这是第一桶景 这是我16岁的时候 我看他这个71年 然后这个也结婚了 然后但他写的是简历是03年到至今 是各地旅游 然后自由人 然后这个工资待遇写的是5 我想问一下 就你近两年工作 那你怎么样的收入 然后你家庭怎么样去照顾 我是从2003年开始 一直靠的是被动收入 就是我经过 我从部队复原之后 退伍之后 勤勤恳恳的做各种的小生意 29岁之前 我拥有了人生的第一个100万 就是超过100万的资产 所以说就购置了一点博产 来养活我和我的儿子 以及我的家庭 说到为什么又出来 开始找工作了的 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 我的经济出现问题了 你现在的财务情况 我的资产应该是在2000万左右 毕竟我们是中国人 我们得有自己的房子 居住有漆屋嘛 但是在深圳的话呢 我能不说我在哪有多少套房子吗 他离职场太远了 我想对企业和对这个员工 都是一个挑战 我认为他自己做一点小生意 或者作为一个自由的职业者 更好一点 佛亚轩的眼神当中 对自己是有很大的一种自负的 但如果这种自负 成为一种倔强和个性 将会成为阻挡的脚步 所以今天是一个冒险的选择 一个有才能的人在你们面前 看你们如何用和敢不敢用 第一轮选择去货流 好 还有五盏灯 接下来敬礼天生为永生 准备了PPT是吧 对PPT 来解读一下 那就是曾经在部队的时候 有过一段经历是独守沙漠 一个人在沙漠边上守了 差不多七八个月 这个是我在不懂英文的前提下呢 情况下去穿梭美国东西南美 四个剧域的一个照片 这个地方的这个点 应该很多人都知道 是一号公路的起点 它背后九十海里就是古巴 本来是我想一个人去的 就是那是2012年嘛 不是有个世界末日嘛 所谓的世界末日 我就在想 这世界都该末日了 我得干点什么呀 末日那一天去探访这个末日之园 就黄石公园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儿子报名了 你的决策点就是因为 你觉得可能是世界末日了 所以做一件特别的事情 是吗 那倒不是 不是真的认为是末日了 就是觉得好玩的一个事嘛 来抓紧时间 下一张 下一张一个没了 都是照片是吧 对 只有几张照片 所以你看一下学院 我刚才的问题非常精准 我说我希望你讲述的 所有的故事 是跟你的求职 和你将要从事的岗位有关 那首先第一 你要到哪些行业去 第二 到哪个企业去 第三 做什么 我在想如果我做一个 最基础的销售人员 应该还是可以的吧 最基础的销售人员 对 因为他起码来说不用干体力活嘛 因为我确实年龄 干不过那些年轻人了 但是我觉得我在经历上面 我这个年龄还是有一定阅历的 不是胡大哥 我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你今天在咱们这个舞台 你到底期望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呢 我觉得我自己呢 是一个这样的人 我是一个能够有效学习 独立思考 和迅速展开行动的人 其实很多人 我们刚才生下来的时候 什么都不会 你没听懂啊 亚轩啊 因为您的年龄 必须到一个领导的角色 对吧 而不是人手吧 现在呢 您在那个45岁的时候 它等于是有一个尴尬 就是您当不了那个领导 然后又把您当人手 您的老炮性格 又让管理会成为一个问题 他问的是这个 那么我曾经在前面的简历当中 提到了就是 在国外当包工头 那是几年前 我有一个朋友 他有一天邀请我去韩国旅游 顺便要做一个售后服务 结果是什么呢 是他给人家的产品 不是小问题 简直就是一堆垃圾 当天晚上 我这哥们就发烧病倒了 我就拿着他那个残破的产品 当然下午我了解了一些情况 晚上拿着他的这个产品 在房间里面 仔细地端详了30分钟 想出了一个解决的方案 它的里面的材质密度大 外面的材质 它那个密度小 它冷热一均衡 它就变形了 整个就塞了嘴看不了 这个时候我就尝试着 能不能把里面切短一点 我们试验了一台 获得了非常满意的效果 剑腰的时候有条件就上 没条件 你创造条件就上了 对吧 对 结论就完了 这个问题解决了 并且把损失降到了最低 好 那45岁了 你现在能不能当一个总监 或者当一个资深经理 这样的问题是假的 这个问题我 对对对 我不否认 它有一些素质上的优势 但是这些素质 你要把它导入到一个可发挥的 可持续发挥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 它才会转换成价值 我们选吧 各自有自己的想法 好不好 第二轮选择去货瘤 还有两盏灯 我们直接进入谈前不算感情 来 请揭晓 6000加9000 来 有什么问题可以问 我先问个问题行吗 知道我做什么的吗 我现在正想问您 我们两个想到一起了 第一个我是一个冒险家 我用的人都是冒险家 我们现在是做了中国108个城市 我们整个平台上面 现在有近200万的用户 我希望您在深圳和广深两地 做成新模式探索的一个专员 来 听一下尹峰的职位 商务拓展经理 这是你的入门门槛 我不认为现在最新的互联网的 某一项东西让你去执行 你是一个好事 这不是一个基层执行的港 不是适合你做的事情 而是应该给你一个草原 让你去执衬 好 谢谢 我明白了 好 15秒钟时间 请考虑 咖啡之意 唯果不落 或者是谢谢在线 你的选择是 唯果不落 关于老板们说到的就是我没有职场的经验和技能 我真的是想问问他们 你们在生下来的时候 或者在学校毕业的时候 想到了你们今天是坐在这儿干这件事吗 世界上很多的事都是你想不到的 但是人做到了 今天有企业回访 首先第一组 有请张扬 刘兴辉 一天岛 我是刘兴辉 大家还记得我吗 那个大三十 就来非女莫属求职 获得十二位boss 亲爱的小男生 不要放弃这个八十万的机会 来函数吧 做我们全国大学生 O2O创业大赛的形象大使 我选择逸桃石 选择逸桃 我之后就从事了全国O2O创业大赛 形象代言人的工作 在短短的六个月里面 我被提升到了一个经理级别 那么到一年的时候 张董对我的一个栽培 让我去负责一个全新的项目 那么这个项目里面 我是担任总监职位 然后也带着自己的一个团队 大概有十个人 都是90后有激情的小伙伴 我相信明天的你 一定会感谢今天拼命的自己 那么我们也知道 像星辉这样的这个小伙伴 是90后里面大学生的 一个杰柱的代表 他在大三的时候 就到我们这边来进行实习 然后毕业之后 顺着进到我们这边 进行全职的工作 也在我们这边 担任了非常重要的岗位 创始团队的一员 一个新兴业务的负责人 我们都是有这种股权和齐权齐力的 他是非常好的这种 90后夜球代表 那个时候我去菲林莫属 对我人生是一个 最大的一个改变 因为他彻底地改变了一个 从山里来的一个小孩 他的命运 我希望他未来 能够有更大的成就 能够给中国大学生 带去更多的希望 我看了那段视频 刘新辉现在资产千万 就是在我们新创立的这个公司里面 我是拿大头股份的 新一轮的融资里面 我们的估值是过亿的 对 所以应该不止一千万 投资已经盈利了 这点是非常 那也很厉害 这已经不错了 这作为年轻人很厉害了 很厉害 对 所以说应该是出生牛 独不怕虎 马上就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有什么想跟其他的求职者说的吗 我觉得当时嘉勇哥也说过 他说 幸亏你未来一定会创业 我当时特别的懦弱 我说 我怎么能创业呢 我不过是一个来找工作的 但是在这两年里面 我不断去寻找一个东西 就我刚才所说的 这种创业精神 我觉得这两年里面 我找到了冒险的精神 我也希望在座的各位求职者们 能找到属于你自己的一种冒险的精神 这样你才能去实现 你人生最大的一个价值 挺好 我们希望每一个求职者 都能够像星辉一样 虽然今天有点小成功 但他眼睛里面依然有谦逊 好吧 谢谢你们俩 谢谢 谢谢 哎呀 这个从非你莫属走出去的 普通小伙子都成老板了 大背头 资产过千万 搞得我也想来赢 接下来回访的这一组有请 沈东军 焦永锐 在寻求一份销售工作的同时 也是给主位老师 主位老师 交上自己的一份答卷 我借在《人物周刊》里面 对沈总的一个评价 连他的专访你都看 忠实粉丝 就是看节目的笔记是吧 每个老板在节目当中说的话 观点基本上都记下来 很好 还有八盏灯 可以保留 我觉得你是个人才 我不舍得让你马上就去做销售 特别为你增涉一个岗位 就是总经理特别助理 盛总 我跟您 第二次从这里走上来 走上来有点紧张 焦永锐 你好像没什么变化 刚才那两个都变成了老板的样子 你好像没什么变化 在他这混的不怎么样 没有 我们现在 我现在是勒朗葡萄酒 宇县公司的负责人 包括我们法国酒庄在内 我负责整个国际 国内供应链的一个工作 管理工作 有股份吗 还是只是管理负责人 我们现在是有股份的 包括我们的团队 我们的Top Team 是有多少股份 我们会拿出15% 以焦永锐为首的整个团队 管理团队 这不少啊 几万人啊 15%不少 不是几万人 管理团队15%很 对 整个管理团队 现在很正常 15%的股价纪律 对管理上来讲 基本上都是在这个顺利 对 基本都15%到20% 那从这点来说 我们的沈东军做得还是不错的咯 中规中矩 不错 来 教育人说一下 在沈东军身边工作的感受 也真的是很感谢 《非尼莫属》这个平台 我们的队友 好多都是从《非尼莫属》过来的 而且他们也加入了 我一直追寻的那个Top Team 所以至于现在呢 我们的斗志 我们的激情 我们包括所取得的一些成绩 是特别好的 好吧 我希望下次再看到你的时候 能够有更好的成绩 只是脸上不要这么沧桑 来 谢谢你们俩 再见 谢谢 希望有更多的求职者 不是走在老板的后面 而是走在他的身边 《非尼莫属》由港容蒸蛋糕 独家冠名播出 港容蒸蛋糕 《非尼莫属》 港容蒸蛋糕 好吃不上火 本栏目由一品百搭 果本精华油特约赞助 应聘成功的选手 将获得果本精华油 和坚果全家福礼盒一份 感谢核桃卢领导品牌 六个核桃的大理知识 经常用脑多合六个核桃 报名《非尼莫属》 中文字幕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